这是狗光剧团2022新编大戏幽灵天子中 唐末将领李克用以意图谋反为名 将一子之一李存孝处以极刑五马分尸的情节 血红丝线恰似飞溅鲜血 国光青年武生李佳德以一生武艺 全是那无限缠绕逃无可逃的悲壮死境 因为以往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是没有五马分尸的表现方法 这还是我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第一次看到近距的这个舞台上 有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我们这个新编 就是由传统的这些四个舞法 再加上一些比较写实的这些呈现方法 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新的感觉 目睹一兄李存孝惨死 在此剧成了圣剑饰演主角李存旭一生的心灵创伤 他战功标柄 能源赋院灭梁王登基为后堂庄宗 却又在京剧中顿入戏剧世界 这西红车上 就是我的乖区 不过 患事少了些事 五春三年 桃花水乱 三 这一次 八月 九月 两四月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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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三月 一月 六月 淳婿 惑 淳婿 淳婿 其實淳婿啊 性格 她有性格缺失 因為她從小 七歲的時候 看到了一個人間慘劇 所以在她的腦海當中呢 就印象了一個 非常不可抹滅的一個 灰暗 那她要怎麼樣 繼續她的人生呢 她只好跳脫出 另外一個人格 就現在來講 叫精神分裂 所以呢 她才可以在表面上 符合了大家的期望 包括她父王的期許 然後呢 私下呢 她又 回到自己的世界以後 她又需要一個寄託 那她在當王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 因為她沒有辦法掌控天下 等到她掌控天下以後 她可以為所欲為的時候 她就完全回到本心 所以她就讓靈人來做很多高官 那也導致了她最後的滅亡 在南陵年光女陵韶華相伴之下 李存旭已分不清是真 李存旭已分不清是真 我覺得她是一個看似沒有這麼悲傷 實際其實蠻悲傷的故事 或假 到最後呢 我是用射出一枚一支硬箭 來結束她的生命的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 這個結束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演得好 我把我的人生看作是一場戲 我覺得她演得太好了 連我都滿足 這個戲還要比什麼 還要更真的嗎 演得過癮看得入戲 戲劇世界大抵就是如此 讓人入迷 極致則是戲假情真 不絕遺憾 接著我們張士澤和乃強參報道